立法会议员可以DQ 参选立法会亦都可以DQ 那么DQ区议员又有何不可? 黄黑阵营彻底撕破连皮后 北京不管作出什么反制措施都不会令人意外 此所以坊间传出人大常委会会出招对付黄独区议员 左中右亦都不会觉得惊吓 问题只是究竟这次DQ的范围会有多大? 会不会真的像岑奥徽之流所说 分分钟DQ过百人 是不是要永久断绝黄政冠参选的道路呢? 无论北京做些什么 香港社会始终都要面对一个灵魂敲闻 反对派还有没有存在价值? 黄黑阵营反思想做一个怎样的反对派已经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这一年来下了很多手臭棋 已经没有回头是岸的资格 打从一开始 黄黑以为借外力就可以逼迫中国就范 其实是由头错到落尾 在外力恶意攻击下 中央难得告诉你想要一个怎样的反对派 而是索性将黄黑阵营的根拔除 重新确立回归以来的游戏规则 反对派可以有 但呼唤外国制裁中国的卖国策一个都不能留 哪怕经过连串的镇压 黄黑阵营仇中情绪进一步加剧 有一些黄人甚至说要移民 北京也不在乎 要走请便 但要留在香港 麻烦跟着我规矩 既已反目承受 何用故理感受? 可以预见 严正执行DQ将会成为北京对香港的新常态 红线将会逐步收紧 整顿议会之后 不难想像类似的新常态 将会出现在教育、传媒以及司法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是北京促成的 通通都是黄黑政治弱智自己拿来